睡不著怎麼辦 當然是要把握時間 做些平常不會做的事啊 比如看你根本看不懂的書 運氣好的話 超爽的撿到一張紙咧 或是練出明天的待辦事項 但你想到工作又 可惡就是睡不著 或拿東西打自己 不如是按摩肩頸放鬆一下 還有一招大絕請專家來示範 慢慢的吸氣 這個速度不要太快 我們就慢慢吸 然後慢慢吐氣 一般來講 你看比較緊張焦慮的人 他的呼吸頻率很高 那比較放鬆的人 呼吸頻率很少 所以我們利用這種 生理回饋的機制 來達到放鬆的效果 講到這我都想睡了 等會喝杯熱的牛奶 就要來洗洗睡啦 他們都是蘋果日報的爆料公民 你還在等什麼 每月兩則爆料被採用月零兩萬 每週點閱數最高 載送獎金五萬元 現在就加入蘋果爆料公民行列